前妻因为打麻将疏忽了家里 再加上平时也会有争吵 最后就离开了刘大哥 虽然刘大哥对于这个事情不愿多说 不过也能看得出这件事 对刘大哥有着不小的影响 赵树芬58岁一气退休 退休金3000元住房面积74平 我上老年大学的时候 就是那个老师就说 说得别人跳舞吧 是锻炼 他说你跳舞你是喜欢 转一天也没啥事 上午呢上社区跳个舞 下午回来中午吃点饭睡一觉 然后看个电视 看个书 直直猫一天 就是这样 两个人相互理解 相互陪伴 威心体贴的生活 成为了赵大姐所期望的 红娘带着赵大姐的这份期望 带着刘大哥来见咱们赵大姐了 过来 姐 看起来蛮干净 蛮立的 我给您介绍一下子 这个是刘晓东 刘晓东 然后给我跟进来这个是叫赵淑芬 刘大哥从辽园到长春来见咱们赵大姐 原本应该到咱大姐家里看看 但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就把见面地点选在了公园 我原来吧 他们别给我窃盒一个 就是人挺好的 但是一喝酒吧 他可能就是有点偏样 完了分手以后 他成天上我家门口找我 就成天跟他赌子 我就实在是 都觉得太难为情了 我心话就还没出咋地 等以后要是如果说两个人出好 那必须得到家看看 那是很正常的 但现在吧 就是我感觉就是单身女儿嘛 我轻易不愿意让人上我家去 因为之前的感情经历 也让赵大姐多了一份自己的顾虑 虽然说没能去上赵大姐的家 但是这一点都不影响两儿的唠嗑的劲 走吧 走吧 穿的少没多穿一个 我也是 你这不是为了阿姨特意换了个帅气的衣服吗 是不是 阿姨比我还帅气 我觉得还行 就怕人家看到我 还行吧 他那个 我看他脸大疤了 对 你眼上这个疤是什么 我没好意思问 刚才 四十二岁的时候 首幅托拉机 你可能没见过农村还见过 我们小孩上去玩 他就来操场 那个转圈 轮返了给我这两个扣 这个说不不值 看他也是个挺头屁的 这刘大哥和赵大姐 对彼此的第一夜象还挺好 大哥也是主动出击 一见面 大哥就主动跟大姐聊起了天 自己也是为了见大姐费了心思 看得出来 这刘大哥对于相亲找对象这事 那是相当的上心了